大家好,如果你家还有面粉,一定要试试这个新吃法,酥脆香甜,还空心,比烧饼还香。 话不多说,咱们开始。 首先,需要我们在300克面粉中,加入玉米油15克, 盐1.5克,然后用150克温水和面,把面粉搅拌成面絮。 再把面絮给它使劲的揉成面团,因为面粉中放了玉米油的缘故, 所以揉起面来非常的轻松,也不会粘手。 最后,我们揉成盆光、手光、面团光的三光面团就可以了。 把它放回碗中,盖上盖子,先让面团休息半个钟头。 半个钟头以后,接着揉面。 这次要把面团给它揉匀了,做出来后,成平表面,看起来也会比较的光亮、细腻。 把面团揉匀以后,接下来我们用手把它弄成一个粗细均匀的长条。 再分成大小相等的面剂子。 取一个剂子,先给它团圆,团成圆面团。 再用擀面杖,擀成一个圆形的小饼形状。 在上面放一勺白糖。 接下来,我们用面皮把白糖给它包裹起来。 这里注意重点,一定要给它包紧,包颜色。 要不然它就不空心了。 最后,我们再用擀面杖擀开,擀成一个厚度在半公分左右的牛舌状小饼。 擀的时候注意,用力要均匀,不要擀破皮了。 擀好以后,大家来看,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。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? 生坯我们全部做好以后,放在吸油纸上面。 在生坯的表面,先刷一层清水。 再撒上一层白芝麻,点住一下,更漂亮。 最后,用个勺子给它轻轻的压一压,让芝麻与生坯粘连得更加的牢固。 接下来,我们把做好的生坯给它放进烤箱里面去。 上下火200度,烤20分钟。 我们烤熟后的老味糖饼,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,表面金黄金黄的。 看起来就十分的诱人。 老味糖饼的这个做法,它不仅限于烤,煎,烙也都是可以的。 刚出炉的糖饼,吃一口,真的是可以说是酥掉渣了。 香甜又酥脆,比烧饼还香。 它的做法呢,也很简单。 家里有面粉和糖就能做。 说真的,我也是第一次尝试,就成功了。 看得出来,这种老味糖饼的成功率,对于新手来说,还是很友好的。 好了,由于时间的问题,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同时记得点赞,收藏,转发,留言。 谢谢大家,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